苏波junior经济车意外被指前线草娥与企业CEO 使他俩陷入热恋 虽然新闻马上被女房经纪公司否认 但他气到写长文喊愿并透露 从以前被称为演艺圈人脉王 人脉父王并不坏 可看作我个性很好吧 但被传当没人让他心情实在很差 因为他朋友圈广 场面要求前线 私下真的有很多人借着他的好人脉小把妹 实在是不堪其饶 遇到这种人绝对马上断绝往来 草娥则因为牵连不熟识的两人而发文道歉 为此许多网友纷纷留言表示 心疼惜大 善良且酷